克拉奇沃牙虫的学名是Aphos crocevora,又称江豆芽、花生芽、黑豆芽等,是真正的牙科昆虫。 最初被认为起源于旧北极,现在它是一种在国际范围内分布的入侵物种。 学名Aphos crocevora,又称江豆芽、花生芽、黑豆芽等,江豆芽,又称江豆芽、花生芽、黑豆芽等,是牙科的真正昆虫。 最初被认为起源于旧北极,现在它是一种在国际范围内分布的入侵物种。 然而,牙虫的确泻起源仍然未知,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其确泻起源以及导致其全球传播的因素。 江豆芽、又称江豆芽、花生芽、黑豆芽等,是牙科的真正昆虫。 最初被认为起源于旧北极,现在它是一种在国际范围内分布的入侵物种。 科拉奇沃芽虫是如何成为入侵物种的? 江豆芽,又称江豆芽、花生芽、黑豆芽等。 江豆芽的俗名是江豆芽、花生芽、黑豆芽、江豆芽。 这些名称用于指同一种类的牙虫。 它是牙科的真正昆虫。 起初人们认为牙虫起源于旧北极,但现在它已成为一种在全球分布的入侵物种。 江豆芽、又称江豆芽、花生芽、黑豆芽等,是牙科的真正昆虫。 最初被认为起源于旧北极。 现在,它是一种在国际范围内分布的入侵物种。 作为一种入侵物种,牙虫对其生活的生态系统有重大影响。 它影响其生存的生态系统的一些方式包括, 它影响其生存的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。